会被小朋友天真的想法治愈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对这个社会来讲 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多一些人来投入 我叫徐梦泛 我姓洛 洛丽华 我是2019年的2月加入的 所以到现在应该有3年了 大概是两年半的时间 我大概是2019年10月进来到现在 其实我原来我并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那我知道是因为那个 这边的创办人林造成弟兄 他去我们教会做分享 那我自己我自己本身 我有曾经有照顾那个 我的小孩子 曾经就是让我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 跟精力这样子全心全力的去照顾他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说 那个照顾者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有的时候会心力焦悴可能也会非常的无助 所以我觉得让家长照顾者有这个喘息的这个时间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我非常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就上网找了资料我就报名进来 因为那时候是看到戏板有张帖天使星在招志工的消息 所以想说可以来机构看看 然后刚好他们在招就是有艺术区的志工 然后我本身对手作蛮有兴趣的 所以就来报名 我觉得是看到就是志工们之间的感情都很好 但是天使星的志工就是每个人看到都可以跟每个人打招呼 好像大家都很认识很熟 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 所以我就是刚进来的时候觉得 哇 怎么大家都在跟我打招呼 可是我都不认识哪谁 对 就是这一部分是让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 我是有参加过两次的传息音的服务 那我觉得在传息音的服务对我来讲 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心里比较有感 是因为就是你在那边两天一夜的这个活动 你就是一直都是照顾同一个孩子 那你跟他长时间的接触 那你就是看着他原来是不太动的 那我们第一次是一个劳作作品 那做完作品之后 他还必须要能够去运用他 去做一些抛球跟接球的动作 他后来他自己突破 一直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 到后来他接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就在最后 你就看他那个绽放笑容的那个状况 你就会觉得说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那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他这样子也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喘息音的活动 最喜欢的应该是喘息音 就是虽然我只参加过一次 但是就是喘息音是一个两天一夜的活动 然后这两天一夜 一个志工就是配一个小孩 一个或两个这样 就是两天一夜可以产生比较深厚的感情 所以在两天一夜的最后一个大会新的活动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哭的乱七八糟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情感连结是不常见的 就是去其他地方做志工 可能不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场合这样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回忆